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去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能看到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是五年中間 你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你報警,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不讓人走到你私人地方 你現在報警處理,你不應該去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 不公義在那裡 公平應該只有地獄才有 公平公義明確實 剛才你說到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衛飄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你講這麼多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裏是 門徒公義 陳隆斌 陳隆斌 你之前上一集不是說不提他嗎? 這些我忘記了 因為主要是他這個禮拜 又寫一些東西 單單打打我們 又來嗎? 又來啊 又來啊 話說什麼事 這件事應該大家都 其實都很熱的 上個禮拜四的時候 傳出了有一個 冒名電郵出來的 哦 有個冒名電郵 還冒了這五個 基督教宣徒的群體 呼籲他們出席民族黨 支持香港民族黨的活動 對 最近被打壓民族黨 當中他就包括了一條懷疑有電腦病毒的網址連結 那五個團體被冒名 那五個團體就包括 基督教教務關懷團 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 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 巡道衛利聯合教會 以及UCC 很快就被發現了 就是假的了 沒錯 其他四個團體 我們看到的那個回應 其實是很正常的 即是否認 不是啊 我們沒有發覺這些事情 還有各位弟兄姊妹 就小心啊 沒有開電郵 即是很正常的 非常正常的回應 唯獨是陳隆斌的回應 是很古怪的 是啊 真的又是他 我那天呢 其實就上了他的Facebook 他那天發了很多的Post 有兩個Post 他就轉載了 關於這個 《假暮電郵》的一些報道 他自己寫那個 的comment 或者那個回應 很奇怪 好 那我就讀一下 首先就是 媒體必須有公信力 小心假暮的資訊 充斥教會圈子 UCC近來被多視 為何 因UCC 企囊 第一 帳目嚴格處理 二 敢於黑暗對詞 三 為良知 抗強權 這個就是第一個Post 或者讀第二個Post 第二個Post 就是 UCC獨立多元 不備利用 慎防假媒體 假信徒 先說第一個Post 因為我那天在公司 我起初就不知道 假暮電郵這件事 我就看到這個Post 然後看到他就說 媒體必須有公信力 小心假暮的資訊 充斥教會圈子 第一個印象 我想一下 你知道 最近陳隆斌 對於所有 所謂 講他不好的事情 媒體 都態度非常惡劣 我想一下 這次是說我們門徒媒體 還是說天愛有天 因為其實家嬌教 就只有我們兩個單位 會用火來供他 我看一看 咦不是 原來是說假暮電郵 竟然 我想一下 咦 電郵 那不是媒體 不是媒體 絕對不是 Cavin 你對於媒體有什麼認識 媒體應該是公開 電郵 只是一個私人溝通的事情 就是媒體 我們印象 可能是網媒 傳統來說是電視電台 還有什麼 報紙雜誌 還有什麼 那些我們叫媒體 網台或媒體 都可以叫做媒體 但電郵都叫媒體 所以我印象 咦 陳隆斌做什麼 他對於媒體的認識 跟我們很不同 是啊 敢不打扮 是啊 小心假暮的資訊 充斥教會牽止 還說 UCC近來避多事 為什麼 因UCC企硬 帳目嚴格處理 敢與黑暗對峙 為良知抗強權 所以就會被人 慕名了 一個假的電郵 我想一下 後者和這個 有什麼關係 就因為你那盤數 嚴格控制 所以就會被人 慕名了 只要你那盤數 不光不正 就不會被人慕名 你是不是想說這些 如果字免這樣說 是這樣的解釋 敢與黑暗對峙 所以你就會有機會 給一些不好的人 慕名 發這個假的電郵 怎樣 每間教會都要 乘浸 好像殷福堂 維穩 與黑暗同流合污 就不會被人 慕名 有什麼關係 我真的 完全不明白 我只是這樣看 而第二個帖子 會說什麼 獨立多元 不被利用慎防假媒體 假信徒 是啊 所以我看了這句 慎防假媒體 假信徒 我當時看完這個帖子 又是以為他在說我們 或者在說天外有天 這樣 這看上去不是 原來又是在說這件事件 這樣 但是這個 剛才的 Kevin 都說了 這個不是一個媒體 而且為什麼他這麼肯定是 信徒去發的 民宿黨都不是 都不是什麼 但是他說慎防假媒體 假信徒 他好像知道是假信徒發的 是不是 他會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是啊 我覺得 他也是想隱喻一些事情 又不敢說 對 究竟他真的是真身賊 還是又想對我們單單打打 我覺得後者比較多 因為他對我們單單打打 要不然所有事情都解不通 真的不明白 又寫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不明白 是啊 我上一集 就用這個惡筆群去形容他 其實純粹說笑而已 但我想現在看他的行徑 真的越來越像 你記得惡筆群 哦 練那個什麼 葵花寶殿 這個厲害了 欲練神功 變仙治功 是啊 而且這個在旁門左道 結果年輕那些都走火入魔 是啊 終於東方不敗那些都走火入魔 哦 變成男女 是啊 你看他現在的行徑 寫東西 還有對於常理的理解 真的很難理解 走火入魔 哇他開始真是大劑 真的 還有呢 在上一個月 你記得他跟明光社 這個 G7Online等等 搞了一個 教會友群社運青年那個講座 是啊 他有講座 那來時代論壇是有報導的 是 有一段我覺得 可圈可點的 你先當讀 好這段就講到就是說 陳隆斌則認為 在歷史中很多人可能有新之年 都看不見社會發生改變 但他強調 首先要隔自己的名 讀好聖經 教會的語言就是聖經 若不讀好聖經 又如自我耕聲 經文以思語 就被曲解 那這個講座的主題 就是講著社運青年 是啊 那怎樣去關心這個社會 或者怎樣用一個信徒的本分 角色去社會發揮那個力量 他給我的建議就是怎樣 隔自己的名 後面那句 讀好聖經 讀好聖經 那其實講到你是不是參與社運 你都要讀好聖經 是啊 而且讀好聖經 就是你參與社會的時候 本身你都是怎樣實踐這個聖經的 當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去做好一個社運的青年 或者你要在這個社會發光快 首先讀好聖經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似乎不是他教UCC的原意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當年經歷了戰令之後 已經有一批青年 是教會的青年 宋徒已經覺醒了 參與了這個所謂散運 所以他才成立這個UCC 其實讀不讀好聖經 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就算你參與這個社會運動的過程當中 都是可以對於聖經 怎樣去實踐一個反思 沒錯 今天就似乎有些叫人回頭 先讀好聖經 才好再關心社會 沒錯 這件事令我想起什麼呢 令我想起一個人 就是陳偉安 阿粉紅 因為今年年初 有個UCC 咬了三一論壇 當時陳偉安 當時他剛剛舉行完神學老師陪連會 他解釋今屆神學老師陪連會 的主子在哪裡 原來他就說 他很想讓大家去反思一件事 就是說 就算你站在對的立場 都不代表你是對的 你站在反對林鄭那一方 都不代表你是對的 就算你站在對的位置 但你有沒有想過 更新過你的想法呢 這件事 我第一個聯想起就是阿粉紅 跟現在陳龍斌所說的那件事 背後的理念是很相似的 當然阿粉紅年初被我們 已經罵到九血淋頭 我不知道下年還會不會有神學老師陪連會 這筆表過就算了 因為其實今節想說的那件事 是關於我教會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咦?你教會又發生大事? 我教會不是又發生大事 我教會沒有什麼事發生的 唯一這件事我覺得是值得感恩 雖然我這個節目 經常都會講一些不同教會人物的惡恨 醜恨 但是我發覺今次這件事有地方是值得感恩 其實過去這個星期 我都很想寫一篇報道 但因為真的太忙了 太多事做 而且我們的同工始終都不夠 所以都沒有時間寫到這篇文 唯有趁今天我們有一個聲音上面的記錄 故事是什麼呢? 話說我們教會的會助會 大家叫做執事會 就打算由今年十月開始請一個在加拿大牧會的牧師 就出任這個特聘的牧師 特聘牧師? 什麼人家? 我想說是一個新位 我們教會有榮優牧師 有主任牧師 或者就有牧師 就這樣聽都明白 你明白嗎? Kaven 是的 但特聘牧師是什麼呢? 特聘牧師就是特聘的 真的特聘的 特聘開個位給他 是的 沒錯 為什麼呢? 不是特聘開個位 這個位本身是傳道級別的位 但是就決定請這個人 本身已經在加拿大牧組會二十幾年 有牧師的銜頭 用傳道人的待遇去請他 但名字就叫做 聽你上來就 好聽一點 好聽一點 其實叫做好傳道人有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真的好 你問得好 問得好 真的 我相信我們教會的匯助會 會給你一個很好的答覆 是的 決定要請這個人 OK 決定 當然 那個名字也不是特別的 而關鍵就是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我們教會很多會有反對 甚至搞了聯署去向這個匯助會 表達這個反對的意見 這麼嚴重 為什麼還未上任 但是為什麼這麼快要反對呢? 問得好 話說 其實我們教會就安排了這位牧師 我們叫做W先生 上年十二月就來過我們教會政道 即是港道 在那個報道當中 其中有一部分是關於這個祈禱 向誰祈禱的 即是祈禱的對象 祈禱的對象 是的 或者我們首先聽一聽這一段的節錄 好 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和我們祈禱 沒有真真正正理解過祈禱應有的對象 我們很多時候祈禱 隨便開口就祈禱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祈禱 是向耶穌祈禱的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向過一些祈禱 是向聖靈祈禱的 我的教導是耶穌祈禱的 祈禱是向天父祈禱的 我剛剛在法國巴黎 就和弟兄姊妹用了八個星期去討論這個題目 和他們重新看到 什麼是基本祈禱的題目 有弟兄姊妹反抗 牧師說 不是的 你錯了 聖靈耶穌父神都是三位一體 怎麽會不向祈禱 我說如果是 為何聖經不說呢 還有 他引出 《試圖行轉》 對八章 你還不是讓我們看到嗎 那套試題犯去談論到有關於 他被石頭打死 祈禱耶穌基督去拯救他 去接收他的靈魂 我說弟兄 你錯了 因為在希列文聖經的裏面 那套不是用祈禱這個字 只不過是我們翻譯上出了一些問題 我說最重要的那個字是 對話 好了 大家聽到 剛才這位牧師W 他在講道裏面 他就形容 原來 他就說 耶穌基督教過我們 只是向聖父祈禱 他沒有教我們要向他祈禱 所以他覺得 只能夠向聖父祈禱 不應該向聖子祈禱 也不應該向聖靈祈禱 只應該向聖父 即是耶穌華祈禱 這是什麼信仰 問一下Kevin 你自小所學的 或者在教會裡面聽到的 向誰祈禱 其實都沒有分哪一個 即是聖父聖子聖禱 是的 我們全部都是一樣的地位 有沒有說 只能夠向聖父 或者聖子 或者只是聖禱祈禱 這個真的完全沒有聽過 完全沒有聽過 不單止你沒有聽過 我們教會的人 都沒有聽過 我想說 是完全沒有聽過 結果這件事出來之後 還說要聘請他 我想說 不聯署有鬼 這件事真的是 還有 我教會真的是 剛才那段錄音 是在香港教會的 廣道庫找回來的 為什麼呢 我們教會本身 都有些廣道錄音 唯獨是這一段 講講那一節 即是剛才那段錄音 就剪了 哇 這麼奇怪 很奇怪 真的嗎 你唯獨這段錄音 就是這幾分鐘 只有這幾分鐘沒有了 很明顯是有問題 對 真是有趣 我們教會的回友 在6月22日寫了一封信 向會助會反映這個問題 既然我們所相信 是一個所謂三一神官 就是聖父聖子聖靈 三為一體 為什麼聖父 才有這個資格 成為我們祈禱的對象 聖子或者聖靈 沒有這個資格 我們會有 當然對於這位牧師 W 還有很多質疑 例如他過去二十幾年 只是在加拿大 一間很小的教會 牧羊 只有三十幾人 一百人都沒有 沒有 只有三十幾人 你這間教會 堅證 四千幾人 所以會有覺得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可以去牧羊一間 這麼大的教會 也有其他的質疑 例如這個牧師都移民了二十幾年 對於香港 對於香港 已經離開了二十幾年 突然回來 你能夠了解 香港這個 還有新的發展 對呀 你知不知道現在誰做特首 哈哈哈哈 不是董建華 沒有搞錯 有很多其他質疑 但最主要是剛才提過這一點 會助就把這封信給了這位牧師W 而牧師W 亦都回了信 這封信很長 但就關於剛才 向哪個祈禱這裏 或者Ernest幫我們讀這位W的回應 這個書面的回應就是提到 因此雖然三一神的三個位格 都是同質和同等 但也有各自在救恩歷史上的角色 所以順經了刻意詳細聚述聖子的壽難 第三天復活 最後升天 及在末後施行審判等時 卻沒有說 因三一神觀所以嚴身說 聖父或聖靈 也都曾替我門壽難 第三天復活 最後升天並在末後施行審判 完全沒有 既然連信經中 都沒有把聖父聖子或聖靈的角色 關係和在救恩計劃中 各自的聖功運為一談 反而清楚分明地 剪釋罪術 因此圓絕這邏輯 我們不應也不可把聖子耶穌他教導門徒對聖父 作為討告對象的清晰教導 擴展至聖子自己或聖靈 換言之 這是我們對聖子一切教導的絕對尊重態度 是對君士坦丁堡 尼西亞信經 關乎三一神觀有嚴感聚述的邏輯的認同 沒錯 他剛剛所提到的宋經就是 尼西亞宋經 就是天主教 新教 或者東正教徒 大致都是會承認的一個宋經 那個邏輯就是 聖父聖子聖靈 是 雖然是三位一體 但聖父聖子聖靈各自有不同的工作 我們不可以將它混為一談 例如聖子就是為人類的罪上十字架 受死復活 我們不可以說聖父為了人類的罪上十字架 受死復活 不能夠這樣混為一談 這就是他的邏輯 我們先不平衡 我們就讀另一件事 我們教會有四個牧師 都很厲害 四個牧師 寫了一封公開信 就是對於向誰祈禱這方面 有他的論述 對於 我們讀一讀 關於向耶穌祈禱這一部分 這四位牧師怎麼說 他們四位都不若而同這樣說 但聖經中也有一部分經文 是向耶穌祈禱的 試圖行轉第一章 再簡選替補試圖的事中 他們呼求 即是在試圖行轉一章二十四節說 主呀你知道萬人的心 求你從這兩人中指明你所簡選的是誰 亦都在試圖行轉七章五十九節 當司提反將死的時候 討告說 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跟著試圖行轉第九章十節十七節說到 阿拉尼亞和主交談這件事 此外啟示錄二十二章二十節的討告 也是向耶穌呼求他的在來 保羅再談到他身上哪根刺的事時 也是向主討告 即是哥林多後書十二章七至八節 希伯來書教導 耶穌既是慈悲中信的大祭司 他看述我們的軟弱 鼓勵我們在討告中坦而無懼的來到詩恩寶座前 唯要得連率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神學院教授古德恩博士在其著作系統神學中有餘下的一段話 所以聖經的經文清楚地保證鼓勵我們不只向父神討告 這似乎是聖經所顯示的主要模式 而且這確實也是耶穌在主討民旅所教導我們的 而且也可直接向子神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討告 我們可以向父神 或者向子神討告 兩者都對 讀得最後一句 讀多一次 我們可以向父神 或向子神討告 兩者都對 沒錯 這個就是重點了 我們教會四位牧師都覺得 向耶穌祈禱是無問題的 是啊 就是沒有衝突的 但很明顯和就先 但W牧師所說的東西就不同了 但這個不是最精彩的地方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這兩封信 交給發起聯署的會友之後 聯署的會友又寫多一封信 給回這個會助會 而給回這個會助會裡面 也是曾經提及剛才你所讀的兩段 你又讀這位聯署會友是怎樣去評論這件事 有關黃牧師就信徒討告對象問題 所分享的注釋筆記 括弧附件C之附件 在立論聖經中沒有任何教導 是向耶穌討告之時 黃牧師引用試圖行轉7章59節 及哥林多後書12章8節時 但結論卻剛好指示 只該兩段指示 而此向耶穌討告的經文 但都不足以成為討告的範例 於附件D中 四位牧師認為我們討告的焦點 已集中在父神 但聖經中也有一部分經文 是向耶穌討告的 而四位牧師所引用作支持的兩段經文 跟黃牧師所引用的竟然是一樣 即使徒行轉7章59節 及哥林多後書12章7至8節 但結論卻剛好相反 四位牧師更引用神學院教授古德恩博士之著作 肯定我們可以向父神或向子神討告 兩者都對 但這個真的很有趣 始終我們教會都是一些比較知識分子 教育比較高的會友 所以寫的東西是很糟糕 文雅的 很文雅的 但其實這段寫得很有火藥味 我想說 他的意思是 因為剛才我們沒有讀完所有的東西 關於阿德表牧師的回應 其實他在後記中 還引用了兩者經文 就是試圖行轉7章59 以及哥林多後書12章7至8 沒錯 他引用了這兩節 說明為何他只能夠向聖父祈禱 這個會友的意思就是 不是 我們那四個牧師 也是引用那兩段經文 但他們得出來的結論是完全相反的 覺得跟耶穌祈禱是沒有問題的 究竟誰對誰錯呢 那四個牧師 加起來 我們教會 木會 都沒有半個世紀 都差不多接近二十幾三十年 那誰對誰錯呢 那很明顯 這個 沒有理由的 同樣兩招經文 可以得出了兩個完全相反的結論 這麼奇怪的 如果給你 給你 我都不行 說真的 完全不行 這根本是很離譜的事 於是 我們教會就在上個星期日 舉行月會 我想說 今次月會真是厲害 平日月會我們是在世禮堂舉行的 是 世禮堂說的都是十幾二十人 你知道 其實開這些月會多數很悶的 就是說 我們提議 誰受託 大家通不通過 我通過 沒有問題 或者 接下來的財政 改一個月 花了多少錢 或者又有多少收入 大家通不通過 我通過 很悶的 我去過一兩次 我都不是經常去這些會 但上個星期就不同了 我看到 咦 為什麼我在世禮堂 沒有人來的 原來不是 搬去大禮堂舉行 主堂 大禮堂坐到 400人 爆了 是爆了 我想說 這次真是大劑 我起初不知道 我想說 是我太太 上個星期 跟我說 不如我們去月會 去月會做什麼 不是 因為教會請過牧師 但牧師 上年說到 令到我聽得很不舒服 很不喜歡牧師 連你太太也覺得有問題 真的很有問題 所以我才去 我去到才知道 這麼大件事 我想說 我出席了差不多 經過了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坐到我都很累 肚餓 所以忍不住 我最後在發言的時段 就發言 以下就是我的發言 我們先聽聽 對於主席 剛才所說 阿牧師所說的 提出 究竟是誰 其討 只不過 看一個 反思 即是 從前提出 反思問題 我不是很 認同 差不多 一段時間 今天都坐嘴 差不多十八個小時 都聽了很多 小牧師 提出 一些想法 問題 或者一些質疑 會助會 或是阿牧師 這些是 會助會 我的感覺就是 這是一個 送領的問題 不是一個 人事招聘的問題 如果對於 大會的歷史 有少少的歷史 我們都知道 歷世的大公會議 或者送領的制定 其實主要針對的問題 就是 究竟聖子是甚麼 聖子的地位 是一個 我們怎樣去排除這些 這段 這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上的 而好運地 如果根據 剛才所聽的 這句話 還有 大會所派的 大和律師 那一篇書 這個回憶 指望我律師 在堅持向 聖父祈禱 這方面 指望到今天 會堅持這個流場 和我們所認識 三個一體 向聖父聖之 正利 都是能夠同樣 至所謂祈禱的 想法是不同的 是少許不同的 方便 我覺得 這個 不單只有 人事招聖的 程序問題 其實 剛才 我已經是 住了 會作為很刻意的 開展 如果過半小時 就要去拖牌 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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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珄 以及噓 India 拖牌 門学 beans 大廷 有聲道 聖父 聖子 聖靈 都是三位同樣避免的問題 而很難得到黃先生前會做不到這一切 這就是後來的一個想法 而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向會助會 希望你們能夠跟隨來做出一個反省 那個反省不是一個人士 只會是上面那個同行為人 就是我們都明白有很多事情發生 當然可以做更好 但那個需要反省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堅持送上去 能不能做到香港就跟教會應該做的事 就是堅持這個數量 不是大學一 不是說同行 不是說避免的分歧 去到這時候 假如教會 最後到上十二月 我都知道 知道這方面原來是一個這麼大的移民的時候 還要將這個樣子出來 還要將這個區域出來 雖然當然知道 還未到達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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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整個程序方中 我相信 我相信 會需要在這個堅持送順上面 要想一下 為何可以將這個樣子出來 這個私契是 值得去處理的地方 否則 每一個錯誤 就認為今天的香港浸送教會 是可以至少一位 對於聖子 那個被為 有一些疑問的一個教育 無論是一個牧師人識 一個傳統人識 就是以兩年的 以一年的 以傳職的 以邊職的 但它是成為了我們香港浸送教會的教會 這個就把我們教會在這方面神學上的看法 一個人識的意外 不會引起社會太大的關注 但一個神學的問題 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傳媒 甚至會在神學 其他教會的看法 這個就給副作委 各國的經驗 聽到 我很少在教會那裏爆竊 但真的忍不住爆竊 首先說一下 那個位在哪裏 其實整件事 我覺得比較離譜的地方 應該這麼說 我嘗試在這個送順上面 真的開放 嘗試開放 但是應該這麼說 我教會在一間 百多年歷史的 一間傳統教會 加上我們從小到大所聽回來 就是聖父聖子聖地三為一體 所以我所聽回來的教導 就是向誰祈禱 應該是大家都有這個資格 不會突然聖子沒有這個資格 而我相信跟我參與這個會友大會的會友 大家都會這樣想 大家都覺得教會在這個位置上 亦都應該是這樣想的 但我想說不是 出席這個會友大會的時候 原來會助會的主席 或者一些會助不是這樣想的 他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開放去討論的 又覺得牧師他所提出的東西 是想向我們提出所謂思考上的反思 刺激我們會不會挑戰一些固有的想法 甚至乎這個會助會的主席 在向我們遊說 要接受牧師的時候 說什麼呢 就說我們最重要是要合一 合一 無論如何避免要有分歧 我記得有一個年輕的會助 都是我所認識的 他都說當做這個思考 是否要聘請牧師的時候 他想法是怎樣呢 可能我接下來一段時間 要跟這個W同行 我能夠跟他同行這件事呢 我覺得說合一 說避免分歧 或者要在教會內同行這件事 過去這幾年 我在堅鎮聽得太多了 由戰令開始聽到現在 我也不想去重複 我在堅鎮那段的經歷 那段最後都覺得心灰意難的經歷 每一次我們想做一些事情 去推動其他的弟兄姊妹 去多關注社會的時候 往往換來什麼呢 最大的理由就是說合一 其他人都不聽你說 你趕來做什麼呢 製造分歧來做什麼呢 其實教會就不要說這些事情 我初時 為何在會友大會 本來都不打算說這件事 但到了這一刻 你去到信仰這個位置 你都會說這些事情 剛才我們所說的 全部都是社會行動的一件事 有些黃絲或藍絲的看法會不同 但你去到信仰這件事 你知道什麼是信仰嗎 尤其是對於新教的信仰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究竟我們覺得聖子是誰 其實歷世歷代舉行了很多的大公的教會 做了很多的宋經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回應當時的宋徒 對於耶穌基督是誰 他和聖父的地位 他有什麼權力 做出一個討論 做出一個陳述 這件事是重要 這才是宋養的問題 現在你竟然想著去接納一個牧師 他聲稱只有聖父才有資格 去成為這個宋徒祈禱的對象 這件事是跟我們新教 起碼我們教會 我們這麼多的宋徒 從小到大的想法是不同的 這件事是有衝突的 絕對有衝突的 那時候 會助會根本 連這個提案都不應該做 連這個提案都不應該做 但是當我聽到 這個會助會主席 還說到要合一 說到我們要重量避免分歧 甚至如何學習與W同行的時候 我想說我真是火都來了 所以才會在這個會友大會裡爆洩 不過 可能在這個會友大會裡 所有的會友都反對 發言十幾個 我記得除了有一個老太太之外 全部都是清一色反對 結果搞到會助會主席 他在最後也暗示說 可能都會回會助會去討論一下 會不會不需要等到八月去投票 可能會自己各自 或者收回招聘的議題 如果這樣就算他聖目 要不是下個月再開會 會投票 真是要留意一下 真是要報道一下 真是要報道一下 是啊 今天做了聲音的紀錄 也叫做 納子傳照 剛才也提過 這是一件感恩的事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一件感恩的事 主要是兩方面 第一 雖然剛才提過 也是一件 不是太好的事 會是 但是 這個真論 我覺得是高質素 首先是夠高質素 對 你想想 比善樂堂 為什麼無端端要解僱林國張牧師 說到尾 原來就是因為林國張牧師 說人壞話 說人壞話 除非陳隆斌牧師 收藏話沒有說 否則根據他們所公開的事 就是這些 多肉酸 一間教會炒牧師 是因為這些原因 如果我教會 因為這些事 所以不請牧師 我也覺得 收家 但現在不是 我們有一個多大的題目 在神學上的題目 就是討論究竟我們向誰祈禱 以這件事去討論的高度 是比美到以前的大公會議 絕對是 大公會議就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來的 確立一個神經政典都是在這裏 西方教會又說 不是 我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 東方教會說 我們不是這樣看 就是拗來拗去 就是這樣的 然後有些 最後就把一些定為正統 正典 正典 正典就是在說聖經 但是在說整個神學的觀念 我們叫做正統 其實聖經不是所有東西 如果大家真的明白 那件事的時候 我們定為什麼叫做正統 什麼就定為異端 就是大公教會和所謂的宋經 這樣做 我們堅賤在這件事上 就去到這個高度了 這個真是 起碼高過聖課堂 對 對 我說出來我也有非事 大哥 真的是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 原來我四年之前 在堅政的工作 終於有成果 是喚醒到一些人 當時在戰領之後 我和Eric Ma 或者其他特殊姐妹 希望可以令到教會的會友 多些去關注社會的公義 以及向一些不義 一些錯的事情 敢於發聲 去站出來 後來 做了差不多接近一年 當時我覺得 沒有用的 就是堅賤這間教會 藍絲為多 而且那些信徒都是很沉默的 所以後來也放棄了 但我猜不到 竟然今次 是有其他的會友 主動發起聯署 以及真的動員其他會友 去出席 另外是意想不到 我最記得就是 會開完之後 很多我不認識的弟弟姐妹 都會突然走過來 對起手指頭 然後說 厲害 講得好 那一刻我有一個什麼感覺 那一刻我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終於在這間教會 真的 真的 我在這間教會 一份子 沒錯 有歸屬感 認同 其實你也知道 最近我搬了屋 其實我也在想 實在太遠了 絕對是 你這間教會在山上 哈哈 我在新界 所以我也在想 長期來說 交通很不方便 是不是要轉會呢 那樣東西 還有這幾年 始終回到這間教會 雖然沒有十年 到八年 都可以找不到自己想找的 那樣東西 歸屬感的 也是 但不知道在那一刻 是找到 終於在那一刻 覺得是值得我留下來 所以在這件事上面 為什麼覺得值得感恩 是感恩 好了 我也看看 接下來 這個月 他們的招聘案 會如何 留意 如果夠膽 如果夠膽 對上月會 投票 精彩了 我覺得 精彩了 好了 今天節目都差不多了 最後我們有兩項呼籲 第一項呼籲 就是八月十一號 星期六的露宿者探訪報名 地點都是北角唐水澳天橋 天后公共交通總站 和黃麗聰的隧道 這三個地方 希望大家都報名 因為都需要 因為都很需要人手 特別是 特別是 探訪的 港島東 律師姐探訪的小隊 都是 都是很需要 長期的去關注 這個律師姐議題 是的 Cavin好像這個星期 就回到美國 那就參與不了 真的 或者回到美國 看有沒有機會 去關注那些露宿者 是的 好 那第二項的宣布 記者和作者之母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錄音的時候 Harrie都在推咪 除了記者之外 作者之母之外 其實都 節目支援都需要大家幫忙 其實是各個的崗位 都需要大家幫忙 如果大家有感動的話 不要坐到吃花生 上我們網站 加入我們 填上簡單的資料 就會有人聯絡你了 不過這個月 主要想招募寫東西的人 記者和作者 因為發覺最近的新聞都多了 但其實我們現在人手編制 根本是應付不到的 是的 很多事情正在發生 很多時候 今天發生的事情 可能要第二天才能報導 是的 因為真的沒有人 不是開玩笑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懂得寫東西的人 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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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nest 波我們又結束期途 好 七日主 今天我們都探討了兩個 topic 第一個就是 影音市團的不斷的 卡水問題 第二個就是 Harrie教會的 聘任牧師的 一個紛爭 一個爭議 主要就是 我們教會的 教會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機構 就是教會不斷地 從這件事裡面 我們看到 教會不斷去圈養 這些劣質的媒體 好像影音市團 那樣 可以用這些手法 去拿光信徒的捐獻 去為了自己的目的 去打總年充肥者 令到財政狀況更加惡劣 神啊 這個不是侍奉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這種等於 是 失見證的一個行為 所以主要求你 去醒覺 求你讓我們 各個信徒都醒覺 即是 不要繼續去把我們的錢 我們的資源 去放在這些 這樣的 反侍奉的機構裡面 讓我們更加 求神啊 讓我們更加 有一種的心 去明辨 去分辨這些 這些團體背後 究竟 用什麼方法 去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最後 也都為著 哈里教會 牧師 招聘的小家 給你了 求神 你都去軟化 那個 執事會的心 讓他 真的聽到 那個 匯眾的心聲 讓他們都 知道明白 原來 那個 牧師 傳道 就是 講一些 有問題的訊息 令到 匯眾跌倒 主啊 你對 神啊 就是你對 一個牧者 對一個牧羊人 有很高的要求 正正是這種要求 才不能讓一些 假的牧人 假的教師 混入在羊圈裡面 神啊 求你保守這間教會 讓他們的心 都真的 明辨到 這些牧羊人 是真的 不可以 混入在當中的 也算是打斷 不完全祈禱 是奉言之禮 祈求 阿門